命里没有过不了的难关 但对很多病犯而言 活下来是他们最卑微的希望 三年来由黑人陈建州发起的真爱生命活动 代言的台北荣总九三病房 五爱小斗士 已经都已经当了小天使 但是在这整个抗癌过程中 可以看到他们永不放弃的精神 你好 你要不要放电消息 那我今天想 你为什么话要最早来讲的 病房里相互打气 这两位就是纪录片里的主角 Dora和易华 同样是古埃的患者 同样是十多岁的小朋友 也同样要面临病痛的折磨 Dora十岁发病 五年内动了十一次手术 三十三次化疗 却没能阻挡顽略的癌细胞 继续扩散 而易华曾经靠收腿 拿下亚洲薰花式华兵的冠军 锯定了腿 梦想一碎了 两个荣宗九三病房的小女生 心心相习 看完路上有眼泪 有欢笑 去永远面对 他们都知道 有病房 病房 对于日丹人 我也有 有状况说 可必反映 这些孩子 真的一切回去 这些孩子和家长 照常做自己 想自身一片 他们那种花的 那就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愿望真的很单纯 你最想做什么 你可以跟我们讲 自身 朋友出去 啊 啊 肯定 人一定会死啊 嗯 十日的时间 不一样而已 这些是黑人 花了三年的时间 自拍记录下 生命小都市的点滴 现在小都市 生天变成了小天使 他要从一百多只的袋子里 剪辑出一个小时 把他们热爱生命的能量 延续下去 那这些孩子 你应该更珍惜 自己的生命 如果生命可以交换 你愿意跟我交换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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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